大家好 歡迎收睇喜細影 又是我 Perry 又是我 Andy 今天又講甚麼話題呢 今天講起你的傷心事 甚麼傷心事呢 最快一部買完就放的機器是哪一部 Sigma FP 當時我叫你不要買 我說你的機器不會用 但怎知道你又不買 但為何你會買和放呢 你先講一下 帥氣 小一部 全球最… 那時是全世界最小 不是我想說最廢的Full Film 無反相機 這個是噱頭 所以就去買 打算可以小小的拿出去拍照片 拍片 大家發覺買不回來其實不是那樣東西 對 但怎樣說呢 接下來我又說會出一部FP L 為甚麼是L Large 大 那時它已經是Full Film 大部 大部一點 今天就沒有太多意義了 他沒有說是最小的 噢 沒有大部 他說有6000萬像鎖 然後用機械快門 因為上次那部好像是沒有機械快門 沒有啊 全電子快門 那時我們不是很熟 即是 不是很熟機械快門 電子快門的分別 那時我們 所以 電子快門 就買了 電子快門 對 就糟糕了 因為 現在其實很多機器 都已經有電子快門 和機械快門 亦都可以 例如4000分之1秒之後 它就會用電子快門 電子快門有什麼不好處呢 就是它有機會 會有這個 那些叫做 Jelly Effect 就是它會 拍一些動的東西 它會變形 但是 現在其實電子快門 就已經很厲害了 例如去到 Sony的A1 它說它差不多是零變形 而且電子快門有一個不好處 就是 用不到 閃燈 即是它會 用不到 但是 Sony的黑科技 也很厲害 F3 那時 好像是用到的 我沒有記錯 但是 它的快門 最多到六十分之一 我沒有記錯的話 是的 即是你都落到燈 但是 最高只可以用六十分之一 去用燈 所以很廢 還有一個主要原因 因為當時它說是最小的Full Film 它出了一支Cheat Set鏡 那支是小的 是的 那 我覺得可以的 但是那時的L-Rine鏡頭 全部都很大 即是你基本上那支鏡 是等於兩部機 那你 又沒有那麼小的鏡 但是用那麼大鏡 其實已經違反了它的 它有小的定律 那時候它是Sigma出了很多L鏡 沒有 沒有 沒有出了很多 即可能 主要是拉架 拉架那些 即好像那些50 1.4 超大支 對 又重又大支 但是插進去FV那裡 部機器是小的 但是鏡頭是有的 它的小鏡 那些小鏡是APS-C 即不是給L-Mine用 不是全邊幅用 對 全部L-Mine都是很大鏡 那它一陣子出了652 352 那些 For L-Mine 我覺得就OK 配合一些小鏡 對 主要我覺得那時候 為什麼會 這個應該破了歷史 買不回來 應該是兩個星期都沒有 就放了出來 對 我當時叫了你不要買 你什麼都要買 你喜歡玩 還有一個重點是 它說可以 當時說可以在機器裡面 不需要插螢幕 就已經錄到窩檔 但它的窩檔 比較難用 它不是一些 怎麼說呢 不是 我不會形容 我平時還開一些軟件 它一來就 開不到 當時 還有就是 它的手感 其實我覺得 不是沒有炸熟 因為太小 它什麼都沒有 有 全部都要靠觸螢幕 因為它很少實體件 有實體件的 不多 還有它的實體件 是 全部都在螢幕底下 這個設計很搞笑 還有 它雖然當時是全世界最小的 它真的太小了 小到很難拿 它的樣子是英俊的 是啊 但真的很難用 但不知道 新出的那部FGA 那時候你拍片沒有 那時候 還沒有 還沒有 都在玩 但是 那拍片是怎樣 沒什麼特別 哈哈哈哈 對了 那時候說 其實可以拉一下其他 拉架鏡 因為它說拍攝 顏色挺漂亮 嗯 但一出來是不是 不是那樣 可能是我使用問題 不關事 是嗎 這裡我看另外一個平台社 AIRL的意思是解作簡化版 哈哈哈哈 會不會再廢話一點 哈哈哈哈 哈哈 即是不是FB更簡化 對 即它解釋一下 會不會是Light版 簡化版 還是Large大版 如果真的FB再簡化 會簡化些什麼呢 可能沒有了 可能連Shutter都像你說的 只是輕觸式 可能是 iPhone 變了iPhone 是啊 但有6000萬像素 嗯 其實呢 我們有個FAN 他很喜歡用Sigma的相機 有個FAN 對 即是賣東西那個 哦 哈哈 是啊 是啊 那麼 他就用Sigma 因為他就喜歡用 他那個特別的 即是那部的感應器 去用 但FB他說不是 是的 即是變成又不是吸引 即是這樣吸引不了 去買 是不是 他很厲害 他用那部 他用那部叫什麼 不知道 Q什麼鬼 什麼鬼 他那部的感應器 是特別不同的 他那個比例 但FB又不是那樣東西 所以 看看他有什麼特別 除了6000萬像 有機械快門 不知道會不會有4K60格呢 可能有8K 8K 哇 會不會 那麼細部 會不會超過熱的手榴彈 什麼 那時候他那部好像有散熱位 是嗎 即是有那些洞洞散熱位 但沒有風扇 已經是有 那我不知道 你去到 真的像FX3那些 有風扇 才夠散熱 還有我覺得Sigma這個牌子 出鏡算 對 相機也是買回大牌子的 是我們有個特別的朋友 真的用Sigma 真的那麼特別才會用 不過他都賣了 FB FB FB也是 不是 他那部Sigma賣了 他用Cuzzle 對 對 大家自己想想 對 對 現在多少錢呢 二手放 不知道 先 都應該有1萬 我看到人 9500 對 對 他可以用MC21 用Canon的鏡 但 那時候 我不知道現在 那時候的MC21 是很麻煩的 就是 用到SL 再用的鏡子 對焦到超慢 不行 我不知道現在是否可以 我覺得 相信這部機 最出人 FG 那時候都是小 小 但你如果用鏡子 那麼大支 就廢了 現在出了三支 小 我覺得都合理 看看他可否突破到 樽頸位 對 出了一部 真的可以 繼續用得下 這些小機 至於FP 都是第一部 都是概念機 多於一切 都有傻仔買的 好問題 好問題 Siri說你好問題 對 所以 看看到時候 他有什麼 升級 看看傻仔進 買不買 對 就是這樣 就算L是屬於簡化 還是大版 但是大版 大家有覺得是什麼 你有期不期待呢 你有沒有做過傻仔 買過這部機 多數傻仔 經常傻仔 不買又怎會有評測 對 不買又怎會有感受 開人借給你 對 SIGMA 你還未借給我 知道你說這些 不借給你 對 那些又是 心痛他 為什麼不可以出好一點 SIGMA的鏡子是OK的 對 對 好很多 非常好 對 質素很好 我都很喜歡 是重一點 重一點 重一點是因為 人家質量好 用了足 用了足 人家用很多形石玻璃 不計成本 去做這些鏡頭 價錢又相當 對比其他鏡頭的質素 是很實惠的 對 OK的 SIGMA是OK的 SIGMA找我們 我不介意做打手 對 對 對 不是 SIGMA說會出富士的 沒有聲音 它說會出富士鏡 我在等它 就是這樣 SIGMA會不會出中幅富士鏡呢 如果是的話 很棒 我也很期待 其實 對 富士 現在都沒有 那些 GFX鏡 沒有富廠 我也很期待 其實有沒有其他 可以競爭一下 因為現在的富士鏡 81.7元 其實都很貴 18000多 如果你有富廠 其實以現在的能力 質素 不會出得比它差 但如果你能夠便宜 那就可以互相帶動 我覺得 富士有收平 那廠製 也有它的用家 它的市場 大家才會互相競爭 選擇 在消費者角度 當然有什麼 希望多些選擇 對 對 圍出 出了一副 中幅的GFX版 嘩 我也想 但我想更多途堅 換個牌子給我 你要什麼牌子換給你 對 就像以前在大陸 蘿蝦城 你買的哥爾夫球桿 你想要什麼牌子 給你 是吧 大家等一下 進去 對 有了 你要Like有Like 是吧 你要Taylor有Taylor OK 就是這樣 今天又差不多了 喜歡就Like 不喜歡就Q Kelvin 再見 拜拜 拜拜